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霸天下特别推出 他们是扬威战场的海上巨独霸 他们是叱咤风云的大国利器 大型纪实节目 百年航母 特别推出 1990年8月2日凌晨 突如其来的枪炮声打破了海湾地区的宁静 以共和国卫队为主力的10万装备精良的伊拉克军队 以350辆特7-2坦克和300架飞机被掀倒 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越过坦达125公里的伊科边境 直驱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 8小时后伊军已完全占领 特为特权劲 也就是在8月2日这一天 美国独立号航空母舰接到五角大楼紧急命令 火速前往台湾地区 15天后独立号最先出现在霍斯湾更南的阿曼湾 1991年1月17日零时50分 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上一架美海军A6E入侵者攻击机 航空而起 紧接着数百架分属美英法沙特推特五国空军的各型飞机 也从航母及其他机场起飞 列队向伊拉克境内飞去 执行对巴格达的首轮通袭任务 台湾战争 战争打响前美国已经在红海地区部署了 肯尼迪号中途岛号美国号等七个航母战斗群 这是二战后美国在红一地区部署航母最多的一次战役 台湾战争改变了旧有的作战样式 对二战以来形成的传统战争观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航母战斗群具备的空中力量显示了决定性作用 说起美国在战后发展的航空母舰 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世界上头号的航空母舰大国 它在战后就是二战结束之后 一直到现在一共可以说发展了三加三六代航空母舰 所谓三加三 那就是先后发展了三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那么分别是战后的第一代中途岛级 战后的第二代弗莱斯特级和战后第三代小英级 三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那么在三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之后 以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为标志 美国海军又先后发展了三代核动力航空母舰 那么分别是第一条就是企业号 也可以叫企业级 第二代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大批量建造的尼米兹级 另外第三代就是现在已经开工两条舰的福特级 所以说我们讲美国海军战后的 这个航空母舰的发展时 应该是前后两个阶段 核动力时代和常规动力时代 1941年12月7日 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日本在远离本土3500海里的珍珠港 以长途奔袭的方式创造了奇迹 日军仅以损失29架飞机 5艘微型潜艇的代价 炸沉美国太平洋舰队各种舰船 40余艘摧毁飞机180多架 几乎让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 珍珠港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海军的战略思想 当时存留在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替化 将仅有的大小7艘航空母舰 变为海上战争的核心力量 战争一时 美国依靠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 采用流水线生产航母 到1945年 美国已经制造了近150艘航母 中途岛级航母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建造 但是首舰中途岛号完工时 已是1945年的8月 二战已经结束 中途岛号也因此成为了 美国战后的第一代常规动力航母 中途岛级航母舰 最初三条舰的命名 大家可以看 中途岛号 珊瑚海号 莱特湾号 这都是二战美军在太平洋战场 跟日军几次著名大海战的 而且是决战决胜了大海战的 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中途岛海战 珊瑚海大海战 另外就是莱特湾大海战 中途岛是决胜之战 珊瑚海是人类战争史上 第一次航空母舰编队之间的 超时矩对攻海战 那么至于莱特湾大海战 是彻底击败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最后一战 也被称为人类战争史上 到目前为止 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 根据英国航空母舰的作战经验 和太平洋战争初期 美国航空母舰受损了情况 美国海军决定建造 加强飞行甲板防护 增加舰载机 数量的大型航空母舰 1942年8月中途岛号 登记注册 尽管该机舰 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活动 但却作为主力 参加了清朝战争 中东危机 以及海湾战争 作为美国海军战后的第一代航空母舰中途岛级 排水量59000吨 舰体长295米 宽41.5米 相当于两块足球场的面积 人员编制4000名 舰载机137架 那么中途岛级航空母舰 我们从它的各种战术技术性能来看 应该说 接受了美日两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历次大海战 从珊瑚海海战 中途岛海战 马里亚纳海战 莱特湾海战 一系列大海战的经验和教训 那么它的排水量比战时美国建造的 大培养建造的 埃塞克斯系航空母舰 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看到中途岛级在刚刚建成服役的时候 它的标准排水量就已经超过了5万吨 而它的满载排水量达到64000吨 这在当时可以来讲 已经是一个巨无霸击的航空母舰 那么我们所要在这讲的中途岛号 后来我们在战后看到 屡屡在战场上出现的中途岛号和珊瑚海号 就是中途岛级航空母舰 还不是二战之初建成的模样 为什么这么说 中途岛级航空母舰 特别是首舰中途岛号 在二战之后 曾经先后经历过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 曾经经历过先后三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改装 那么这个阶段 飞机由二战时期的螺旋桨式飞机 开始进入了喷气式飞机时代 我们知道喷气式飞机 无论是它的飞机的外形 飞机的重量 以及起飞的方式 都跟螺旋桨飞机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飞机进入了喷气式战争 喷气式时代 那么运载飞机的航空母舰也需要随之进入喷气式战 那么这也就是中途岛级航空母舰进行先后几次大规模改装 最后连自身都变得面目全非的 主要连一国战 早在1946年5月7日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美国海军五星上将欧里斯特金就说过 海军的作用并不仅限于保障海上供应线和攻击海上目标 在他看来 海军的使命是要攻击那些火力所能及的陆地目标 美国在二战中的作战行动其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而从那时到今天 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攻击目标几乎全部位于陆地 因为美国在海上早已经没有任何对手 为此美国海军再次确认了航母的主要用途 绝不仅仅是为了迎战敌国海军 而是为了在战场上那些我们无论如何得不到空中力量的地方 满足空中火力支援的要求 1970年1月 中途岛号航母为适应深气式飞机上舰 完成了第二次现代化改造 我们看到二战时期 罗浅奖飞机 它这个航空母舰起飞飞机的时候是不能降落飞机的 而降落飞机的时候是不能起飞飞机的 这两个作业要分别进行 而且是拆开了稿 那么由此造成了很多海战史上的经典一幕 比如说中途岛海战的时候 日军南云中一的第一特捆舰队 第一机动编队之所以挨炸 就是起飞降落飞机的时候 遭到了突袭 所以这个时候航空母舰一个 要安装弹射器 改装的时候安装弹射器 保证喷气式飞机起降 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想解决飞机同时起飞和降落 能不能两个作业同时完成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老牌的航母大国最早建造航母的英国皇家海军 他们有一个重大的发明 这个发明一直沿用到现在 1952年2月 英国海军首次发明了斜角飞行甲板 那么所谓斜角飞行甲板 就是在我们原来所讲的 这个航空母舰的直通型的飞行甲板的侧子 左侧 在这个原来的这个直通飞行甲板的左侧 舰体稍微靠后的位置 再铺出一段 呈跟这个主甲板呈一定夹角 大概是8度 10度 10几度 最大到13度 这样一个夹角的斜角飞行甲板 它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着飞机同时起降的问题 那么通常我们现在看到的航空母舰 实际上加了一个斜角飞行甲板之后 它这个飞机 这个航空母舰的甲板实际上分成了两个作业区 一个就是你这个飞机 这个航空母舰的轴向甲板 就是这个直通轴向甲板 前半部 这个安装弹射器 主要用于弹射飞机 用于飞机弃飞 那么另外安装这个 与轴向甲板成一定夹角的这个斜角甲板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包括这个航空母舰的后半部 用于飞机的招舰 之所以安装这一个斜角甲板 它就避免了 我们知道这个航空母舰舰带机降落的时候 要用拦阻锁用那钩子把它勾住的 那么用拦阻锁拦阻锁的时候 它是有一定的失败的概率的 那么按照通常的做法 一旦这个拦阻锁 这个勾这个飞机失败 那么这个飞机飞行人要拉起来复飞的 避免飞机摔到海里去 以前之所以飞机起飞和着剑不能同时完成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这个飞机着剑的过程中 勾住了我就停下了 勾不住我还要拉起来复飞 前面如果有飞机我就撞了 那就炸了 所以一个甲板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而现在我们讲 轴向甲板前半部用于弹射飞机起飞 斜角甲板加上航母的后半部 用于飞机的招舰 拦阻招舰 拦阻不住 它还可以再次拉起来复飞 那么这就解决了一个 刚才我去讲的 喷气式飞机时代 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能够两个作业同时完成 这就极大的提高了 舰带战斗机的出动率 也增强了航空母舰的过程 完成几次现代化改造后 中途岛级航空母舰参加了美国 在二战后的历次重大军事行动 1961年5月 越南战争爆发 1972年中间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在越南北部湾集中了 包括中途岛号在内的 六艘航空母舰参与作战 从当年4月6日起 每天从航母上出动 350架次飞机 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 80年代中途岛号 又参加了美国对利比亚的 大规模攻击 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 中途岛号仍起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途岛号因此也成为 美国海军历史上 服役时间最长的航空母舰之一 被誉为 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中的三朝元老 中途岛级航空母舰 作为美国战后的 第一代航空母舰 它毕竟没有摆脱 二战后期的一些设计思想 虽然经过了几次 大规模的改装 但是到了战后 美国已经开始考虑设计 建造一条完全体现战后航空母舰发展里面的全新一级更大更新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这就是美国战后的第二代常规动力航母 弗莱斯特写 1983年10月25日清晨 加勒比海格林纳达岛东北面的海域上空 近百架美军飞机像蝗虫一样 遮天蔽日地向海岸扑来 在此之前 十一架从独立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 A6A7攻击机已把大量炸弹倾泻到 格林纳达岛珍珠机场周围的攻势上 格军在美军突如其来的强大攻击前措手不及 许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变强了俘虏 美军仅用四天时间以阵亡18人伤91人的代价 完成了对格林纳达的战略 这就是美军以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独立号为核心力量的暴墓行动 这次战役中 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显示出强大的运载能力和指挥能力 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先后一共建造了四条 弗莱斯特号 萨拉托加号 突击者号 独立号 那么独立 这个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当时在面试的时候 可以说是经文天下 因为在在此之前的人类海战史上和人类武器装备的发展史上 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航空母舰 我们看到这个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 它的标准排水量是59000吨 接近6万吨 而它的满载排水量是79000吨 接近8万吨 所以当时的这个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出现之后 马上被当时的海军舰 世界海军舰称为超级航空母舰 因为已经很难再用过去的轻型中型重型航母这个概念来形容了 所以把它归为叫超级航母 酒鬼酒富裕箱 提示您精彩继续 从中途岛级到弗莱斯特级 满载排水量是79000吨 接近8万吨 从二战后第一代强规航母到超级航母 携带的舰载机的数量达到了90多架 美国航母发展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力争 防兵上校深度解读 系列节目百年寒武之独霸天下 他们是扬威战场的海上巨弱霸 他们是叱咤风云的大国利器 大型计时节目百年航母特别推出 当美国战后第一艘大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弗莱斯特号服役时 美国海军部长威廉丹严来袭表示 这艘全新的航母包含了最大数量和最多种类的设备机器和致命武器 而这些在人类喧嚣的历史中从未被集合在一起过 弗莱斯特级号航母在1955年10月服役 标志着世界上第一艘专门为喷气式飞机建造的航母诞生 虽然6万吨的排水量在今天的超级航母面前已经逊色 但它的斜角甲板和蒸汽盘射器 已经能够在4分钟内盘射起飞32架吞气式战斗机 弗莱斯特级航母从而形成了美国当今主战航空母舰的基本模式 那么当时这个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上带的舰载机的数量也是惊人的 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上带携带的舰载机的数量达到了90多架 有一个概念我们必须得分清楚 那就是这个航空母舰携带舰载机的数量 战后携带喷气式飞机舰载机的数量和二战时期 包括二战之前携带螺旋桨式飞机 这个螺旋桨式飞机的这个数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螺旋桨飞机无论是体型还是这个需要的起降条件 都是喷气式飞机所根本无法定义 所以通常我们看到在二战时期的很多航母 带螺旋桨飞机可以带到100多架 但是到了战后经过改装带喷气式飞机的时候 它的载机量大幅度的缩减 甚至可能只能带四五十架 所以说螺旋桨飞机可以带100多架 战后带喷气式飞机只能带四五十架 你就可以考虑这个差别有多大 而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 可以带90多架飞机 全部是喷气式战斗机 换言之如果折算一下 放在二战的时候 它是可以带200多架螺旋桨式飞机的 所以它被称之为超级航母 我想应该说是当之无愧 弗莱斯特级超级航空母舰的下水 并没有让美国的航母建造停滞下来 美国海军在四艘弗莱斯特级航母的服役过程中 仍发现了一些不足 于是在1956年建造第五艘时 美国海军对其进行了大幅路改进 并连续建造了四艘 升旗后的新兴航母称之为小英级 它是美国建造的最后一级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级常规动力航母 小英级航空母舰实现它的建造 已经跟美国的第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 就是企业号中间已经发生了交叉了 小英级航空母舰曾经先后建造了四条 小英号 星座号 肯尼迪号 美国号 它的悬号 这四条件的悬号被中间插了一下 我们知道一级航空母舰如果按数据建造的话 它四条件的悬号CV几 CV多少应该是连续排列的 而小英级 前两条小英号和星座号 和后两条肯尼迪号 美国号 中间的悬号被插断了一下 被谁插断了 就是被CVN65企业号插断了一下 换言之小英号的后两条件 三号件和四号件 是第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 企业号建成之后才建造的 这也是小英号的一个特色 小英级航空母舰 本来它是作为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的升级版 或者是放大版 来建造的 它的排水量 无论是标准排水量 还是满载排水量 跟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相比 都是略有放大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 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的标排和满排 分别是59000和79000 就是接近6万吨和接近8万吨 而小英号的标排和满排 分别是6万多吨和8万多吨 也就是略有放大 那么它的载机量数量 搭载舰载机的数量 也是跟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相差不多的 那么它所体现的 主要是对美国海军的战后第二代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 它的设计进行更一步的优化 小英级航母在建造过程中 优化了整体结构 采用了封闭式加强飞行甲板 舰体从舰底至飞行甲板 形成整体的相式结构 会提高航空支援能力 对升降机布局进行了调整 将弗莱斯特级航母 左舰升降机移至飞行甲板后部 使各项作业互不干扰 同时舰上具有极强的发电能力 发电总量为两万千瓦 可供整个纽约式的照明用电 那么小英号航空母舰 表面上看它的排水量 比弗莱斯特级增加不大 但是为什么把它称为一级全新的航空母舰 因为它确实考虑到了 此前很多航空母舰 尤其是它的前一级弗莱斯特级 运用的很多经验和教训 是更优化的一个版本 更升级的一个版本 也正因为如此 通常在海军史上 都把小英级航空母舰 称为人类航空母舰发展史上 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发展的巅峰之作 飞飞和降落技术 不仅是航母能力的重要标志 也是航母能否快速形成战斗力的关键要素 舰载机是航空母舰称雄之本 它的性能决定着航母的作战 航空母舰的称雄之本 舰载机 我们知道航空母舰说到底 它就是一个海上的能够机动的活动的机场 它的主要使命就是搭载着大量的舰载作战飞机 在海上执行空对舰的作战任务 所以我们讲舰载机不仅是航空母舰的称雄之本 也是它安家立命之所 如果没有舰载机 它在海上连活都活不下去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战后美国海军这几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特别是被称为超级航母 当时称之为超级航母的弗莱斯特级和小英级 他们所携带的舰载机 90多架飞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弗莱斯特级和小英级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所搭载的舰载机航空兵连队 它的打击能力到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强大的程度 酒鬼酒富裕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强大的舰载机连队 如何让航母成为独宰海洋的霸主 从草原烈火燃遍黄金下落 美国航母战斗群仅用18分钟 就完成了被称为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防兵上校深度解读 他们是杨威战场的海上巨化 他们是叱咤风云的大国利器 大型巨石节目百年航母特别推出 美国海军的一艘弗莱斯特级或小英级航空母舰上 标准配备一支舰载机航空兵连队 航空兵连队是西方国家航空兵的一个标准编制 相当于东方国家一个航空兵式的编制 首先它包括两个舰载战斗机中队 有24架F14A熊猫式战斗机组成 战斗机中队主要是执行舰队上空的防空作战任务或制空作战任务 F14A熊猫携带了不死鸟中距离蓝射导弹 这种中距离蓝射导弹 它不仅同时可以打击六个目标 而且可以在对方导弹射程之外进行中距离的蓝射 F14A熊猫式战斗机 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海军赖以维系自己航空母舰编队上空制空权的最有力的一个砝码 另外弗莱斯特级或小英级航空母舰上 还配有两个中队24架A7海盗轻型攻击机 这主要是用于对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空中打击 此外还有10架A6重型舰载攻击机中队 这三个中队加起来就是美国海军用于打击对方水面舰艇的主要力量 那么上述这些飞机是美国海军一个舰载航空兵连队中主要的作战机中 除此以外 美国海军的一个舰载航空兵连队中 还有一系列的支援飞机和保障飞机 比如说除了这些战斗机和攻击机舰空兵中队之外 它还通常包括一个加油机中队 那就是这个A6的改进型 A6这个舰载攻击机的改进型 KA6D入侵者加油机 一个加油机中队四架 还有一个电子战机中队 EA6B台怀者电子战机中队 也是四架 另外还有一个预警机中队 E2C鹰眼预警机中队 也是四架 自二战以来潜艇就是航母的巨大威胁 二战时各国被击沉的42艘航母中 就有17艘是被潜艇击沉的 与其他武器相比 潜艇攻击航母所需成本最小 1944年11月27日刚刚完成建造的 日本巨型航母信农号 满载2500多名官兵和导船厂工人奉命出发 开设了他的处女航 从东京湾驶入武港 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射水渔号前庭 发现了信农号航母 并立即发射了六枚鱼雷 其中的四枚准确击中了信农号 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八小时后 距离其首航还不到二十小时的时候 当时世界第一巨舰信农号就沉没了 所以保障航母自身对潜艇的防御 变为重中之重 反潜的作战能力也在不断要求提高 现代航母的舰载机联队中 编程内有一个反潜机中队 和一个反潜直升机中队 专门用以保障航母的水下安全 小鹰级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和弗莱斯特级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下 被称为超级航母 也是当之无愧的 不仅由于他们本身 就是一个超大的航空母舰 也由于他们所搭载的舰载机航空兵力量 也是前所未有的强化 那么正是由战后美国海军建造的 这三代中途岛籍弗莱斯特级 和小鹰级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所组成的航空母舰部队 构成了美国在冷战45年 冷战时代主要的海空打击力量 那么在冷战时代 美国进行的多次大规模的海外战争中 他们都起到了河西和骨干的作用 1969年9月1日 年仅27岁的陆军通信兵中尉卡扎菲 率领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 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 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自任国家元首 上台后的卡扎菲立即下令 关闭了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 又废除了和美国签订的一系列 军事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视美国为头号敌人 1979年12月 2000名利比亚人放火烧毁 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 美丽关系急转直下 1986年 泛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07 执行从意大利首都罗马 飞往希腊首都雅典的航班 突然一声巨响 飞机又闲出现一个两米见方的大洞 机上四人被气浪推出动漫 死亡四人 重伤九人 均为美国人 这一消息迅速传到了白宫 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立即宣布 该给卡扎菲一点颜色看看了 面对美国的威胁 卡扎菲毫不适合 立即宣布利比亚沿海200海里海域为本国领海 整个西德拉湾为利比亚内海 该海湾北纬32度30分为死亡线 任何国家的军舰和飞机越过此线 均被视为对利比亚主权的侵犯 必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在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 宣布了北纬32度30分为所谓的死亡线之后 蓄谋已久的美国 在地中海南部集中了三个航母战斗群之后 展开了这场被称之为草原烈火的作战行动 对利比亚展开了第一次军事打击 下面我们就这张图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当时在所谓的死亡线以北 由第六舰队司令凯尔索海军中将统一指挥 集中了萨拉托加号 珊瑚海号 美国号三个常规动力航母战斗群 这也是我们讲过战后美国三代 常规动力航空母舰的一次集中展示和亮相 由凯尔索海军中将指挥 三个航母战斗群 240多架作战飞机 展开成战斗队形 在死亡线以北展开军事演习 那么在1986年的3月23日中午11时30分 充分准备的处于战时状态的美军三个航母战斗群 越过了死亡线 西德拉湾第一次海战由此展开 按照作战计划 只要利比亚方面动手 美军就可以进行反击 正如美国所预计的那样 利比亚的防空军海军和空中力量都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尤其是它的防空作战力量 当发现美国战机进入西德拉湾之后 先后多次发射多枚萨姆5萨姆2系列的防空导弹 由于美军舰载机EA6B执行的电子战干扰 无疑命中全部失利 但是利比亚发射的这些萨姆系列的防空导弹 对于美国来讲 无疑一惊打响了第一枪 给了美国还手的理由和机会 在此前后 利比亚海军也先后出动了数艘轻型的导弹艇 包括最后出动了800吨级的纳努西卡级 轻型导弹护一舰 多次先后分多多次向美军的航母战斗军接近 在接近的过程中 都被美军航母战斗群的A7型 A6型舰载机用不经插反舰导弹 全部予以机身 无疑性能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利比亚空军也曾经出动最先进的米格25战斗机 企图逼近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最后被美军上空的制空战斗机击溃 那么在这一系列打击行动完成之后 美军的舰载机编队开始 对已经暴露了目标 暴露了频率的利比亚北部沿海地区的 所有防空雷达阵地和防空导弹阵地 展开了反击作战 一举摧毁了西德拉湾南部 也就是利比亚北部沿海地区 所有的被美军已经发现 或者说探明的防空雷达和防空导弹人 那么整个第一次西德拉湾海战 就此告出 美军三个航母战斗群撤回 死亡线以北 那么利比亚遭到了一次沉重性的打击 酒鬼脚富裕箱 提示您精彩继续 这是一艘身形庞大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在海上其他战舰很难与它发生正面较量 作为一座移动的海上机场 由人类最先进的科技保驾富航 这里还是五千多名船员的海上支架 系列节目百年航母之海上霸主 特别推出 他们是杨威战场的海上巨无霸 他们是叱咤风云的大国利器 美国对利比亚的第一次军事打击 草原烈火行动结束之后 时隔不到一个月 美丽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美军又击中了珊瑚海号和美国号 两个航母战斗群的力量 在空军数十架F-111型战斗轰炸机的配合下 对利比亚展开了更大规模的一次打击行动 1986年的4月14日夜间 从英国空军基地起飞的24架F-111型 美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 在五架EF-111型电子干扰机的伴随下 经过长途飞行 进入利比亚北部沿海 早已在此等候的美军珊瑚海号和美国号 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早已起飞了多批次多机种的舰赛机预配合 整个作战行动针对事先精选的 比利波里三个目标 以及班加西的两个目标 针对这五个精选的目标 美国空军和海军的舰赛机 纷纷予以打击 整个作战行动持续不到18分钟 就完成了这次被称为人类战争史上 第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美国参战的飞机无一被击落 实现了美军空气作战中 所谓的第一次零伤亡的记录 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峡谷作战行动 纵观美国战后发展的这三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中俗岛级 弗莱斯特级和小英级 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在战后航空母舰的发展史上 已经完全改变了此前在二战时代 诸侯林立这样一种格局 我们知道在二战甚至以前 美国 英国 日本都是主要的航空母舰大国 可以说是几家 几分天下这样一种航空母舰发展的格局 而到了战后 日本被击败了 英国遭到了惨重的战争创伤 经济上一蹶不振 失去了大国的地位 只有美国成为一家独霸天下的唯一的军事强国 而这一点在航空母舰的发展上 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可以说这个时代 美国的三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在当时冷战时代的世界海战史上 或者说世界海军发展史上 是处于独霸天下这样一种格局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看 美国海军战后发展的三代航空母舰 从吨位这个角度来讲 它的中途岛级标准排水量是五万多吨 满载排水量是六万四千多吨 这是最小的 而它的弗莱斯特级和小英级标准排水量在六万吨上下 满载排水量在八万吨上下 被称为超级航母 而在此与此同一时期 其他任何国家 我们找不到 哪怕是一条这样大的航空母舰 那么二战时的英国 这个时候 二战时的一些老舰先后再退役 最大的排水量也不过四万多吨 这是顶天了 而且到了八十年代 就是美国集中几条航空母舰 在这空袭利比亚之前 英国在八二年的马岛战争期间 能够派出去远征万里之外的南大西洋的 是两条两万吨级的轻型航空母舰 甚至已经不能搭载常规起降的作战飞机了 只能搭载海耀这种垂直起降作战飞机了 而苏联这个时候 它的航母发展也才刚刚起步 刚刚经历了最初的直升机航母 刚刚走到垂直起降航母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时期 美国发展的三代常规动力航空母舰 无论是从它的排水量吨位 从它的技术性能 特别是从它舰载机的作战能力来讲 都处于独霸天下这样一种格局